作词 李宗盛 玄奘大师的一生的这样的一个 他复兴中国佛教的历史意义 就大概归纳成上面的这几点 当然就是原先有的问题消弭的 就像郭老师讲的 原有分宗立派的情况 这个时候好像没有新的宗派再出来 唯一只有一个 就是后来那个密宗 要不然几乎就没了 那像郭老师说的 不是说是无缘无故就突然间消弭的 不是 那是有原因的 另外还有更重要的就是 对于禅宗的影响 这个请郭老师 大概后来可能还有 华言宗他们就是 就是从后面去算 从地址地址然后去算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也都是 应该是归于一整体佛法 因为即使是余杰实地论文也知道 也说关于这个实地品应该去看 如今所说就是说法言 那基本上呢 教门所说的经典它都是一贯的 在这种情况下 就不会有说哪一部呢 是你要特别举出来 甚至举出一部论来分为一宗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是可以知道说 禅宗它本来就是教外别传 不然呢清正会很困难 清正很困难就是说 你都知道了 那人家问你那真如在哪里 或你清正的真如是什么 那你清正的真如有什么体性相用 有办法说吗 那你当然要先找到它 所以找到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关键 以前禅宗的话就是 你能找到就开始算了 这样 当然找到就很困难 因为这件事情很难相信 它必须要有善知识的体系 在这种情况下 禅宗就是来做这些事情 就是在这个呢 佛法在这个说佛世界 要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奠基的工作 为什么反而是奠基的工作 因为呢 这世间的人 在经典上说的是比较严厉 是属于不可治的众生 不可治的众生的情况下 都是用有相去求 有相去求的话 你要修新地法门 几乎是没门 可是在这个情况 我们还是可以知道 禅宗呢 祖师呢 用了悲心 然后来射受大众 然后不断地一代一代地 然后将这个禅法传下去 然后让这个教门法也慢慢可以 透过禅宗的这些方式来得到讯息 那今天的情况又更好了 因为呢 我们本来看到禅宗是有产生断代 我们因为禅宗最兴盛的就是唐宋时期 然后呢 现在有平时倒是出来了 所以呢 我们又回到了以前了 以前的话就是有玄奘大师出事 所以呢 把中门所应当呢 要呢 能够呢 提息大众学人的 教下的一些呢 知识 知见 然后呢 倾道出来 等于是把福德给大家 让大家就可以知道 那现在呢 也是情况 也就是说 一定要有一个大善之士 真善之士 它以着高 绝顶的一个正量 来提息大众 禅宗就是因为有玄奘大师的出现 所以禅宗才能够一发开午夜 如果教下没有呢 玄奘大师的提倡 来支持 那绝对呢 要走得非常辛苦 是 达摩祖师 这次是以能确金来给慧可 二组慧可来应心 这是三转法轮的经典 那到了五组红人呢 又是以金刚经啊 这二转法轮波勒的经典呢 来让六组慧能呢 得以开悟民心 那这二转三转法轮经典呢 在禅宗来讲 其实是 是可以汇通的 可问题当时教门 没办法汇通 这被等 玄奘菩萨把更多的经论 带回来 然后翻译出来 乃至甚至于在成为事论当中呢 就指明了 真见到 就是要证得第八阿赖耶士 那这个跟禅宗的广红 能够一花开五叶呢 那是起了 非常非常重要的 关键的因素 这部分郭老师 是不是也简单 给我们说明 这在成为事论卷三 大家可以看到荧幕 以路见到诸菩萨众 得真现观 名为圣者 彼人 正解阿赖耶士 就算能够呢 录这个大圣见到的菩萨呢 他们呢 这真见到开始 实际上都是现观成就的 然后这个圣见到成就以后 他们就称为呢 在大圣菩萨里面 修学的殊胜者 因为为什么呢 要说他是路见到 或说是见到 因为他能够正解 就是清正 圣解阿赖耶士 第八阿赖耶士 就是呢 禅宗的一个清正标的 因为这个是 就是呢 佛法所说的 第八是 本是 然后它是一切诸法的 根本因 因为这根本因 常有呢 诸法的种子因 所以有根本因 所以有根本因和种子因 就不会让呢 世间的一切诸法 变成无因生 所以阿涵一直在说啊 非无因作 就是非无因生 那到底因是什么 在阿涵经呢 并没有明说到很清楚 于是的人就会想说 反正怎么做都会有个业力 然后业力呢 就会呢 残伏在你的这个身心之中 可是讲的不好听 什么叫做业力 业力是谁生的 而且业力的果报是在哪里 实际上世间的人并不清楚 那连这个都不清楚 怎么还会有 真正的云源果报出生呢 比如说 A杀B 某甲杀某乙 那他果报是什么 如果呢 他以称心来杀 果报震报是在地狱 那你想 他自己会做这当下 自己自然出生一个业力 让他自己去下地狱 而且还跟这件事情 要偿还某乙的一条命 没有关哦 因为他去地狱 只有他一个人去 某乙也没有陪他来去 某乙也不会在旁边 看得很高兴 也不会 也说 因缘果报呢 他的身广是众生难以了知的 所以没有办法 然后说怎么生怎么生 那也就是说 布派佛教一切呢 都没有办法理解 这个呢 这么深细的这个大圣法 所以呢 实际上 要有呢 听证这个法本事 释迦如来 来眼说 有一个本事 有一个事 它是本有法 然后这样来开显八识论 实际上呢 在阿含经里面就 有说了 然后 也透过呢 雪庸大师赵呢 成为识论 然后我们还知道说 哦原来第八阿赖耶识 这个呢 就是证悟的标的 因为呢 正真如就是 不能离开 这个是 实际上它是 唯一的亲证 因为呢 真如就是第八识 它本身的体性 离开了第八识 就没有真如 好 虽然 这些问题呢 其实在 一千多年前呢 玄奘大师 其实就已经 凯定 把它解决了 可是因为 近几百年来 这个 包括中国的 本身的比较衰落 所以 所谓西风东剑 那么日本又是 急着要脱亚入欧 导致整个 对佛法的研究呢 又倒退到 玄奘大师呢 当时在印度 所看到的情况 乃至又夹杂的 后来 更复杂的一些问题